這個園區早期它叫做明池,明池的一個苗圃 各位今天晚上住這邊嘛 所以晚上你們會到那邊那個景觀的一個山莊去看 會很舒服 那麼在這個樣的高度大概是1200公斤 在高山上的湖泊它有兩種 一種叫做天然湖,一種叫做沼澤湖 那麼沼澤湖來講一般來講就是下過雨,颱風天過後 那麼那個水會積水 可是到了第二天天氣一亮,太陽一出來以後 那個水就會乾枯掉 你去看那邊的樹,你會覺得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中型點 然後你就這樣 那他們有些人覺得像那種葡萄角 你去看那樣,你去看那樣 這椅子在一起 你去看那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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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